11月21日 香港警察学院举行节夜典礼即月操仪式 早上近9时 在香港警察音乐队的奏乐声中 惠操队伍与香港警务处长 当天的检阅官邓炳强抵达乐操场 庄严的国歌声响起 乐操场中央的五星红旗 香港的居屈旗和景旗冉冉升旗 随后 惠操队伍迈着整旗的步伐 经过检阅台接受检阅 邓炳强高度赞扬香港警队在过去的一年间 无惧暴力及疫情的洗礼 让香港恢复秩序 他们为守护香港而付出的血汗 遇到的艰辛和委屈 流下的眼泪 以及为扭转香港的形势而展露的笑容 交织着成为香港警队176年历史之中不朽的篇章 邓炳强勉力警队坚持守护香港的初心 并将这份信念转化成为 第一句是智者不惑 即是我们要明辨是非 掌握名誓 以及与时并进 第二句是人者不忧 一个好警察能够好像人者那样 无忧无虑 因为我们生存正义 自然一言一合 都利于直气壮 最后一句是用者不惑 一个好警察必须要做到自用相存 当掌握联赛之后 还要有用力和智慧去成三个责任